全球的 克朗盛德老師好 那全球超馬家人大家好 還有現場的超馬家人大家好 那也感謝Stanley給我安排這個機會 那人生的過程喔 真是七起伏伏 我的人生是非常的艱辛 這個困難 可是呢 還好我有一個樂觀的特點 我的個性 我從來在我的頭腦詞彙裡面 沒有說怎麼辦三個字 當遇到很困難的時候呢 不問 我就說那總 上天總共一個安排吧 所以我是有一個宗教信仰的人 我也吃素 我跟我女兒是胎領素的孩子 那麼其實剛才Stanley說到那個 水的分子那個那個書 幾年前因為我女兒大學的時候 他們學校寫讀書報告 我就去跟他突然想著這本書 他有書了三本 那個江本聖博士寫的 三本 我就去的網路上去買買 那我就研讀 研讀他最後他裡面說的一個愛與感恩 是可以改變我們水分子 最漂亮的一個一句話 你什麼阿門啊 上帝啊 那個佛菩薩 他那些都很好 可是呢 沒有這個愛與感這麼漂亮 這麼強烈的 像那個鑽石一樣 一層疊一層的 有規則的出來 所以我在大概他大學期 他大學期間你看是幾年前 非常多年前的事情 你看他這個樣子好像年輕 不要被騙了 他現在28歲 這就是七、八年前的事情 然後呢 那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開始推廣愛與感恩 然後很有意思 我認識 我們也早知道 如何跟老師有那麼多的契合點 早點接觸就抄馬多棒 那那個時候我就有個觀念 愛與感恩 因為我剛才有介紹 我是一個人力重計 我本身是在第一線的操作 加史服的洗馬桶的 像過年前年中大的時候 我們的案子非常密集 那我就 我也在做人力重計 那我有一個能量師 那我以前是吃個能量師測食物 只要他是沒有污染的 或沒有添加物 他都是正能量向右轉 如果是他有添加物 只要任何你有一個外來的添加物 他就向左轉 反正所有事情逃不過這個能量師測試 那當然是測食物 那後來呢 我有天突發奇想說 這個愛與感恩啊 可以來轉變 那我來測名字 那我的朋友都很好奇 哪一堆我不認識名字 就開始喔 這個名字啊 本名啊 我以前不相信我學佛的嘛 所以我認為說人就是修行就改命啊 那我其實我現在名字改過 那我以前名字一測也是負能量 所以我倒楣是遇到一大堆 那所以改了名字呢 改了名字後 欸比較好一點 可是呢 禁慾是比較好一點 可是還是很困難重重 那我就 在我的服務員的身上我就來測試 測試 你要來跟我面試對不對 一個工作家事服務或保姆 來我就先測你名字 一測哎呀糟糕負能量 這能量我就OK啦 你就去面試好了 你可是一測負能量的人啊 這個人啊我就擔心了 第一個他面試不夠關 第二個呢 即使狡隙面試過關啊 你去試做也就會被打 就會fire掉 這個是屢試不爽的 所以我後來我跟 有一些服務員 有服報服務員 我就說啊 你相信我現在沒有 你把那個愛與感恩 這幾個字啊 你去貼身放 貼身放啊 那有一個就是 他那個老闆就是有點龜毛 那就是看這個員工啦 就什麼地方不對勁 那個老闆真是龜毛 結果那個員工呢 這樣做過去 結果老闆打電話給我說 欸你這個員工 這個小姐啊 看他有沒有改變一下 如果改變一下 我再給他三天機會 他說這個人啊目標導向 我說什麼叫目標導向 他說啊 這個什麼事都做 每一件事做好 那我就打掉給這個服務員啊 然後這個服務員啊 我就說你們 有沒有把愛與感恩 繼續帶著啊 他說啊 我才不相信那一套 因為他那天面試的時候 我就帶著 他就過關了嘛 他不相信這套 就第二天就 一次給人家挑毛病 最後做不下去 就類似這種狀況啊 那相信我的人 他就貼著 所以我很早就接觸到愛與感恩 愛與感恩這個名詞 那我甚至跟我朋友說 我要開讀書會 讀什麼書 將本聖老師的水分子結晶 或許這些因緣累積 那因為我的母親 在前年的9月啊 這個摔傷就變癱瘓 我就叫我女兒說 你不要工作了 因為她工作賺你賺不了多少錢 我也請不起外勞 我是一個單親媽媽 我靠勞力工作的 我也賺不了多少錢 夠活而已 可是呢 我一直感受天地的愛 在沒有接觸老事件 我也一直感受天地 為什麼 我跟我女兒講 我們兩個照顧我媽媽嗎 我說我所得不高 可是呢 這個每個月房租 我們是租房子 房租水電的一大堆開支 快要不夠 這個月底快要不夠 突然月底前所有的案子啊 都來了 讓你賺到錢 剛好過 所以我一路就感受這個天地的恩啊 我很感受佛菩薩的愛 那結果呢 這個我女兒持要工作就照顧 一路照顧前年 前年九月摔傷 一路照顧 這五月 她說四月應該是五月 我就拿到這本小書 通常我也不會拿 因為我本身我有宗教信仰 我是一貫道 那我通常也不太會去再去接納 因為我是會有的時候朋友會 基督教我也去教會聽一聽啊 那個有些什麼大師我也去聽一聽 可是基本上我是 我還是堅持我自己宗教理念 那可是這本書看一看實在太好看了 我就趕快看給他給我女兒看 那五月我爸爸就是癱瘓嘛 那麼癱瘓是說她癱瘓在床 你八十把尿換尿布 那個餵食都要都要 那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事實上我真的 我看有來看那個讀書 因為當時我們不是在這邊教室 是在南京東那邊 那我第一次我介紹這個書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蛤 臺灣聯絡人 還有這麼多臺灣人 我就在打電話 剛好那個志工就跟我說 剛好老師回臺灣 你要不要去聽聽他演講 我說好啊 其實我那天工作 我是家事府 我都到一些住宅去打掃 我那天到中正健康那個案子 我已經站了七個小時 我一直從頭到尾 已經打掃七個小時 我很累 可是我一心裡老是來 好吧那我就 順便想買鈔碼 他們說這個教室有賣鈔碼 我就來 來了你知道嗎 那個教室比較小 擠滿的人 我根本進不來 那個針擠啊 在前面櫃檯有一個針擠 那個勞勞的針擠 我說現在沒辦法門關了 一堆人坐在那個走道上 他說現在你超過時間了 人家已經開場沒辦法來 大家坐吧 我就坐地上 就坐地上 他說你第一次來啊 我說對啊 那第一次來這樣子啊 你要不要站著 站著聽 連椅子都沒有啊怎麼辦呢 你知道我站嗎 我站了七個小時耶 結果那天晚上 我又站了兩個半小時 就一路聽老師 我那天這個腿啊都快斷掉了 然後呢我很幸運 因為那天呢我買新書 超級生命馬 老師在前面結束簽書 簽名 我以為後來我以為 只要老師站每次都有簽名 結果沒有就那一次 那大家排排站就在這邊簽書 走到我他說誰帶你來的 誰介紹你來的 我說沒有啊 我自己找來的 那自己找來的 看啊新門沒開 我現在我新門沒開 新門在哪裡啊 我新門那 我學佛學那麼久 那新門沒開呢 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你怎麼知道我新門沒開 我當然很 我的生活就很困動 一天到靠勞力工作很累了 有這個左手拽右手出的 還好都是夠嘛 那結果呢 我就回去跟我說我女兒 我新門沒開 然後我說那趕快去 再找老師來開新門 就這樣子啦 那所以後來呢 那個時候我不了解讀書會什麼 沒有人跟我一次在講說 讀書會的重要性 這沒有人講耶 他說你可以來參加讀書會 我新長你幹嘛參加 我沒事幹 參加我們忘了鑰匙 沒時間參加讀書會 結果呢 這五月多這一段時間呢 我們就開電腦 所有的感恩士繼續聽 欸覺得不錯喔 我就我女兒說那給阿嬤聽 我媽媽就聽 不然聽呢 我女兒還叫她唱 唸 感恩宇宙 她要繼續唸 感恩愛 反正一唱一盒 她失智欸 她老人失智陣 她老人失智陣 她那個她除了我跟我女兒認識 我姐姐我弟她都認識 叫不出名字來的 可是這樣子每天唸每天唸 她感恩士繼續記 就可以接著 你要繼續叫她多練一次說 我剛才練過 就這樣子喔 結果到這個說實在 因為我們沒有積極 那時候沒有不太了解 這個的重要性 那也是因為每天工作 要回去照顧我媽 晚上我輪班 我女兒輪白天 我輪晚上兩個小起來 是我人是非常憔悴的 非常疲累的 然後呢 因為她那個尿 那個大便好像不斷的在出 你晚上我那個臭味 就趕快跑起來 所以我們能體會到 做一個看護是非常幸福的 那到了七月份 她突然間就惡化 就進了加護病房 加護病房呢 我們要工作 加護病房當然我們就 一天整去兩次嘛 那我就要求 我就拿那個播放器 把那個感恩士去播放 就跟還好護理站 就到了加護病房隨你了啦 就很尊重我們 我們就播 一路播 然後呢 老師那個書啊 老師那個抄襲生命碼 我是兩個手啊 給她一篇電影 投一篇三本書 三本書 甚至有一天呢 突然這個書雪啊 書雪突然掉出來 血染了那本書耶 那所以我是覺得 我媽媽很有福報是說 雖然挽救不了她的性命 她7月20號禮那個往生了 可是呢她一直在聆聽這個聲音 那可是在這期間 在加護病房的時候 剛好我女兒出國了 我女兒出國 我一路上是我跟我女兒照過 那我回到家黑黑暗暗的 燈還沒開 我看到我媽媽坐了一張椅子 我看她躺的地方悲從中來 我這個人是很堅強的 我以前遇到多少的難關 我都沒有什麼掉眼淚 那遇到這樣的情況 突然覺得我媽媽要走了很悲傷 那也沒有人可以 我在你去跟任何人訴苦都沒有用了 這個時候啊 我也有我們到場的音樂了 我聽越聽越悲傷 結果沒有辦法 我就突然想到 把老師的音檔感恩視劇機 趕快電腦趕快打開 聽完感恩視劇機我跟著唱 然後再聽老師的音檔講課的音檔 那個心是突然開了 突然開了覺得 這個哀傷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是說這個過渡期 讓我很非常的感恩 怎麼感恩視劇機 它的正能量是這麼大的 那我媽媽就走了 她走了非常安詳 她全身軟眠 我們在陪伴八小時沒有尼克倫 她的嘴唇跟耳朵全部變紅色 本來是走的時候很慘白 會辣黃尿 變紅色好紅潤喔 所以這個是天地宇宙的愛 那走了以後呢 我就跟我女兒就出國 到我們國外去散散行 我們到場散散行 然後呢 最近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呢 我們去到台南 台南一個朋友家 他們養了牛一個牧場 一個牧場一個牧場 一個牧場 然後呢 第一個牧場我就跑過去 我們第一個她有守門狗 哇那個黑狗好兇喔 眼睛好狠的那樣子喔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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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我就停下來 跟我女兒兩個對她唱 感恩視劇機 唱唱唱她就尾巴就越來越縮 越來越縮 她就坐下來乖乖的不再叫了 好那就到牧場第一個牛呢 那每個牛都趴著 每個牛都趴在那 時間快到了 每個牛呢趴在那邊 我們也對著那個牛唱感恩視劇劇 遠遠的那頭牛站起來了 蹦蹦蹦我們這邊走 所以是說 我就說這感恩視劇啊 不但能影響我們人的心喔 還會影響我們的動物 所以呢 我跟我女兒有一個計畫環島 來環島來推感恩視劇 讓我們的感恩視劇 我的一個願望 能夠佈滿全球全台灣 那學校唱我們的因為愛啊 感恩視劇機啊 然後每個一段一段擷取這個歌聲 能夠先從華人繼續來傳播 讓我們這個太陽的力量 太陽共同的力量 每次都能怎麼樣 能夠快速的能夠傳播到每個人心當中 那麼因為時間有限 也就沒有辦法繼續分享 要不然上台實在無法止做 感謝泰亞森的老師 然後感謝全球超馬的家人的聆聽 謝謝